我很少听到有人夸过我 就今天听到三位这么有分量的老师这样夸我 内心的那种感受真是无言而喻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所以就是用眼泪的这种表达出来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天津卫视追风王者归来 十大巨星模仿秀之王菲中场 本节目由追风中药去蟹洗发录 独家冠名 下面出场的这一位模仿者呢 他受过高等教育 而且学的专业就是声乐 他觉得他毕业于这样的艺术院校 他就应该得到万人的瞩目和鲜花和掌声 他现在呢还是在夜店做一个助唱歌手 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 他来我们王者归来 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他也很坦然 他希望通过王者归来 让他一夜成名 有请明明 我是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院的 我去年毕业的 我是从14岁开始学习歌曲 也同时是从14岁开始迷恋王菲 我观察他的时候 我发现他 他开一场万人的演唱会 他在演唱会上可能说不到五句话 就是尖叫啊 就是这种状态 万人的追捧 我觉得我也可以 我觉得我行的 但是我差的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觉得太不公平 我问你小问题明明啊 你那一届毕业了多少学生 一百多了 一百多学生呢 发展的最好的 咱们说句俗话 混的最好的有多少 比如说上了大晚会了 拿了奖了 有了万了 挣大钱了 大约有多少 因为我们是去年毕业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那你着什么急啊 你要说人家都如何如何了 就把你一个人甩在夜店唱歌 有请客 因为我本人 我对自己要求也非常的高 虽然说我去年刚毕业 但是我14岁就开始唱歌 我跟你讲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妹妹 这个比如说 某一届戏曲学校 毕业了50个学生 都是唱京剧的 分到京剧团之后 能站在当中唱诸葛亮的 就是两到三个人 其他的也是一起进的学校 也是戏曲神徒的名义来的 到最后 这站在边上 哦哦哦哦 来个龙套 这是没有办法 说项上也是如此 这一场晚会 七段项上 人人都是侯宝林的话 这七段项上安排不开了 有的人天生就是开场的命 有的人就是道二的命 有的卷就是中场 你给他往前调 耽误了 往后调 耽误了 他就是第三个上场 就是第四个上场 所以这个我觉得 并不特别的重要 你自己调整好了之后呢 路可能会更宽一些 我觉得郭老师说的 非常的有道理 但是呢 解决不了我们前的状况 因为压力非常的大 还比之后 要吃饭 要租房 出门 要车前 而且都有自己的梦想 我要如何如何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着急的事 现在我在一店 酒吧做歌手 要求的是 我们一定要能说会到 如果我像王妃一样 我是不可能生存的 我会在台上 被老板串下去的 就是跟所有的老板 都合不来 也不是 因为要求没有达到 为什么要用啊 一个老板的要求 都没有达到 怎么能达到 亿万观众的要求 他的要求是让我 让我说很多 让我能说会到 让我去用语言 而不是我的唱功 去调动观众的情绪 来赚取门票 你在那个位置 是必须这么做的 好的相声艺人 他是要知道 我今天在 人民大会堂怎么演 今天庙会怎么演 我今天慰问 慰问三年级的学生 跟慰问郭老院 他是不一样的 这是没有错 我特别同意 郭老师说的这个 什么事情 你到了什么地方 就要唱什么歌 你既然在夜店里唱歌 当然要适应那样的环境 然后你这样 逐渐地锻炼你的歌唱 有一天一下 就会达到你的理想 我在这儿吃饭 我就要对得起 这儿的观众 人家那个老板 这点是没错 你可以选择 我不干 我轻高 我高养 所以说我很 我现在比较 所以很纠结 对吗 也比较艰难吧 对 其实你不用纠结 因为任何万丈高楼 都是平地起的 从一个完全只被 没有人欣赏 到慢慢开始 那我觉得心态 是非常重要的 王飞有今天 他也有他艰苦奋斗的过程 只不过你现在不知道而已 对 我现在 我觉得我的状态 就像我接下来 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一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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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